一道超级跑车首先便会想到法拉利 几百万的售价让普通人难以企及 但土豪却当他是个玩具而已 法拉利在雪地上开是怎样的感受 土豪带你亲身感受一番 众所周知 超级跑车大多采用后驱模式 这台法拉利488同样如此 后驱的优势在于操控 但劣势也很明显 后驱模式加超强的动力 一脚大油门下去 车轮极易发生失控 尤其是在湿滑路边或者雪地上行驶 看着土豪单手打方向 一看就是开超跑的老司机 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 超低的底盘在厚厚的雪地上行驶 进气口极易被积雪填满 看着车头满是积雪的法拉利 仿佛瞬间变身缠雪车 不仅车头被白雪填满 就连轮苦处也藏满了积雪 轮苦处的积雪如果不及时清理 很可能会将轮胎冻住 总之冬季驾驶后驱超跑一定要谨慎 充当义务缠雪车倒是无所谓 万一车辆失控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我们看